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川老师 我是老师老师老师 我已经写完了 麻烦你过目一下 明天我要交出去的 什么叫 势头直逼老牌大臣江永辰 发誓再也不做隔壁家的小孩 你跟那些前面 学了一晚上的智慧 就认这个 老苗说了 真定寒就是要往死里捶 而且关键时刻 不惜拿别的作者来当垫背 我想了又想 在大众眼里红过 而且如果被你拉去当垫背 也不会记恨你的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江雨晨老师 还有一个就是周孤轩老师 你还知道说这话会被揍啊 我只是说出我们共同的梦想嘛 我想他大脉 你想要从隔壁家孩子的 阴影中走出来 皆大欢喜 你是真的觉得江雨晨不错呀 他自己都快带得没眼了 我还要从他的阴影里走出来 你过来 你真的是不怕我揍你啊 你不要这么凶 大不了就把这句给删掉 我可不想让我的房东大人 一年早逝 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站住 都几月份了 还吃着到处跑